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 没有年路几百万 没有豪车别墅 那就耐着性子请你把它看完 第一 教育陷阱 你在学校寒窗如苦地 读了十几年的教育 学了十几年的知识 但这些都从来没有教过你怎么赚钱 你以为大学毕业证能帮你找到工作 让你拿到了一份不错的收入 但这就是在教你赚钱了吗 错了 你所学的内容 全部都是教你怎么去工作 不信你仔细想一想 从来就没有一个课程 怎么教你去做老板 我们被灌输的知识 都是认为劳动者最狂荣 但是一旦你踏入社会以后 你就会发现被现实狠狠地打脸 你会发现有钱人在这个社会 往往活得更好 这个社会并不需要那么多富人 它需要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零件功能 资深着社会稳定地向前发展 这个世界上的资源是十分有限的 只有少数人支持富裕 如果所有的人都富裕了 那最底层的劳动者将会成为最稀缺的资源 社会金字塔就会倒塌 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第二 工资陷阱 问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月入2万的人富有吗 月入5万的呢 相信这个收入会让你觉得很高 但你仔细想想 假设一个月赚5万 在北上广深生活 出去房租吃饭交通等必要开支 你一个月大概也能攒下个3万块钱 差一天觉得3万还少吗 但你冷静地想一想 一个月3万 一年攒36万 10年360万 连利息都算是 要在北京买下一套20平方米的房子 也需要十几年的时间 而且你还要保证 这段时间不会出现任何的意外 你也不会被辞退 所以接下来这句话很现实 也很残忍 但是我要说 不管你是北大清华 还是985 靠工资很难大富大贵 我并不是在宣扬教育无用论 我只是在告诉你 以学历提升自己的打工水平去换工资 终究是有一个上限的 年龙50万也许是大多数打工人 一辈子都无法跨越的收入上限 而且打工人思维永远都是线性的 他们的算法永远都是一个 月赚5000 那10个月就月赚5万 然而这种算法之下的财富积累 必然是非常缓慢 真正赚钱的人 财富积累的方式 往往都是指数爆炸式的形态 他也许几年的时间都没有赚到钱 但最后一年能赚到几百万上千万 而且打工这件事 会占据你的大多数时间 让你无暇顾及其他事情 当你一天的时间 都被打工这件事情充满以后 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 投资企业 只能年复一日的重复的这种生活 所以真正想要你摆脱贫穷 不能单靠单纯的体力劳动 而是要靠渠道 如果像驴一样围绕着一个末盘 赚钱的方式辱力工作 那本质上就是一种懒惰 最后你会发现 座位的人都积累了财富 只有你每天都在努力 还被人远远的甩在了后面 而且越努力就越无法富裕 因为你连抬头看世界的机会 时间都没有 只是低着头不停的在原地转 所以希望大家记住一句话 一个人的命运 当然要考个人奋斗 但是也要考虑今天这个时代的背景 工作的确没有高低贵贱 但收入水平却有天狼之别 选择大于努力 这才是真相